2023年5月,德国巴伐利亚,祖阁峰 离开新天鹅堡,我们向阿尔卑斯山脉的心脏前进 接下来的重点是德国之巅,祖阁峰 在准备这支影片时,画了三张插图,分别是不同的角度 问家人哪一个比较适合,都都建议全放 既然都完成了,想想说的也是 离开林德霍夫宫到今晚霍业之前 其实我们先经过楚河峰下的GP小镇 GP小镇其实是两个不同地名的城镇 全名是加米斯帕登基辛 这张图是我照着旅游指南画的 可以看到祖阁峰、爱比湖以及GP小镇 我们找到了地方停车,于是下来逛逛 出目所及的建筑物都非常有特色 感觉起来就是个旅游圣地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找到合适的住宿点 所以今天晚上住在离这里20分钟车程的地方 市中心非常漂亮 部分房子的墙壁上装饰的试壁画 非常有特色 第二个小镇 17.9 这个22 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单车旅行者 其中有一定数量的是电动自行车 为何电动自行车在欧洲大卖 这里似乎看到了答案的一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隔天早餐之后往目标前进 一路上的风景太美 因此保留角度的行车画面 希望在未来看到的时候能够呼唤起心中美好的回忆 在今天之前阿喵要担心天气 如果天气不好山顶上就是白雾茫茫一片 缆车登山费用并不便宜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到底要不要登顶 将会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决定 左姓老天保佑 我们并没有进入这样的困境 五月旅行 三下气温宜人 山上积雪犹在 铺了雪的山顶就是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资讯显示 眼前德国境内的这一座缆车设施 最早建造于1962年 全长4450公尺 从标高998公尺的缆车站 到达海拔2962公尺的山顶 垂直爬升将近两公里 刘日姆 或者摄影机的时候几乎不肯放下 现在回头再看,上山的景致依然怦然心动 好,好,好,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缆车到站,我们终于踏上德国最高峰 主隔峰的德文是由雪崩和鼎峰两个字所拼成的 文献可查的第一次正式登顶记录 据说是1820年的8月 不过近年来发现一张1770年的地图上 已经标示着登顶的路线 我们现在所在的缆车平台标高2950公尺 它同时也是一座气象观测站 这里可以参观的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主隔峰峰顶平台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往下约150公尺的主隔峰冰川平台 那里同时也是德国境内海拔最高的滑雪场 还有一座德国最高的游局 你看上面感觉是滑雪场 过望远近可以观测到附近的山 同时显示他们的名字以及海拔高度 从这里看下去 云雾之下就是爱比湖 从湖畔看山顶是这种感觉 不太高的小雪堆其实很陡 刚才看到一个游客滑下来 杀不住直接撞上佛 。 这里可以看到爱比湖 和画面右上角的鸡皮小镇 我们寻找前往冰川平台的缆车 结果误闯了奥地利国际 缆车票刷了半天都不放行 问工作人员才知道我们走错了 德国和奥地利的国境港哨就曾经位于这里 右手边建筑物上红白红的奥地利国籍 显示那里就是奥地利的国境 墙上展示的是1900年初 在这里建造气象观测站的工作相片 转车往下走 下方就是冰川平台 身后就是缆车站 餐厅和德国最高的游局 在冬季这里是热门的滑雪圣地 往下有数十条不同的雪道 让你滑都滑不完 在冰原上面走 在冰原上面走 平台上 耸立蓝白相间的墓柱是称为五月柱 代表巴伐利亚的传统节庆 代表告别阴冷的冬日 迎接风光明媚的春天 你一直打 只有照你的大头没有照到我 真的 你每次拿过去就只有照到你的大头 我快滑到了 好那这样子好了 这样大家都可以拍到 这样公平吗 没关系 你可以拿鞋钱发 这样你还照得到大 尾围在那边 这个雨一起来就阴了 对啊 可是眼镜拿起来是很亮 没错 走得像笨蛋一样 小心喔 走得像笨蛋一样 还要滑的 小心啊 等下角色是它 很滑耶 可以看 滑雪道 冰川平台上能活动的范围很有限 再往下就是滑雪道了 回头休息一下找东西吃 一台直升机降落 大家都靠过去看 我们的午餐 价格还算公道 点了餐 外加三杯啤酒 查了一下当地的法规 不能酒醉驾驶 而不是说不能酒后驾驶 多么善解仁义的规定 如何忍心辜负 评估了酒力和预计离开的时间 开车时肯定不会是酒醉驾驶 没有无人机 无人机可以用啊 应该是可以啊 酒族饭饱要往回走了 酒族饭饱要往回走了 酒族饭饱要往回走 离开前在礼品部发现惊喜 是一个装饰着高山小白花的别增 这个称为Edvice的小白花 称为火荣草或是雪荣花 生长于阿尔卑斯山区 海拔2000到2009的石灰岩地 同时也是德国山地特种部队的象征 记忆中除了电影《真善美》的主题曲之外 印象深刻的就是HBO2001年出品的迷你影集 Band of the Brothers 台湾一名诺曼蒂大空降 剧情中一位美军101空降师的闪兵 在一位阵亡的敌对德军领口上 发现这朵小白花 意识到对方也如同自己一样 是一名特种部队 产生英雄生死相惜的感慨 这段剧情很触动我 父亲也曾经经历那个动荡的时代 因此我可以稍微的理解人的生命 在动乱中就像是风中飘零的落花 22年后我站在这里亲眼见到他 我们身后黄金十字架的平台就是顶峰 就要回到我们出发的缆车站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我们就先这样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